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27号 就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提名举行听证会 指控曾在30多年前被卡瓦诺企图兴请的大学女教授福特出席做共 强调自己是讲出事实 否认有政治动机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计划在弗吉尼亚州建立角逐2020年连任的竞选总部 最终决定将在11月6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特朗普竞选连任的造势活动也将在中期选举后正式拉开序幕 特朗普角逐2020年连任的竞选团队已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 阿灵顿地区选址 阿灵顿距离白宫只有十几分钟车程 不过阿灵顿当地居民多数为民主党 2016年大选时 在该地区特朗普只获得16%的支持率 传统上共和党占优势的弗吉尼亚州近年来也成为了关键摇摆州 希拉里在2016年以5个百分点赢得了弗吉尼亚 白宫27号宣布 总统特朗普已经将他同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会谈推迟到下周 分析人士认为 罗森斯坦可能会继续留人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 特朗普27号与罗森斯坦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两人同意下周会面 以避免干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和福特举行的听证会 此前 罗森斯坦认为自己会遭到解雇 并于上周提出辞职 但他现在已经通过电话与总统交谈过至少两次 特朗普拒绝透露对于罗森斯坦在政府中的未来 但他表示更愿意保留罗森斯坦 联合国安理事会27号就朝鲜问题进行辩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有证据显示 有包括安理会成员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 违反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案 他要求所有国家继续大力执行制裁 直至朝鲜达至全面最终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发言时则表示 鉴于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正面发展 安理会应该在适当的时候 考虑实施启动安理会决议案中的可逆条款 以鼓励朝鲜和有关各方进一步推动无核化进程 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举行会谈 决定启动双边物品贸易磋商谈判 27号日方回应称这并不是自贸谈判 仅限于物品贸易 但舆论指虽然政府认为此举并非双边自贸谈判 但实际内容可能接近自贸协议 日本政府强调日美不会进行自贸谈判 不包括投资服务业等领域 谈判结果必须符合日美双方的利益 谈判期间美国不会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罗马天主教宗座保护儿童委员会27号表示 美国从2002年有记录以来 针对天主教教会的性情指控有所下降 该委员会成员表示 许多美国近年曝光的性情个案历史久远 甚至发生了超过30年 委员会指自2002年美国有媒体首次报道 波士顿教会性情事件后 教会定立了新规则和指引 希望遏止性情事件 同时鼓励举报 委员会成员提到 宾夕法尼亚州大陪审团上个月 针对当地教会性情的报告 提及了302名神职人员 其中299人牵涉的个案 要追溯到2002年以前 近年个案下降 反映当地教会推行的新措施颇有成效 美国教育部本周在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一封信中表示 将对该组织于2016年提起的 针对耶鲁大学的申诉展开调查 目前司法部和教育部已展开民权调查 关于招生过程中使用种族因素 以及是否不公平地阻止 合格的亚裔学生申请进入学校 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韦 证实了这项调查 但坚决否认耶鲁歧视任何种族群体 2016年美国亚裔教育联盟投诉称 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 不公平地拒绝了亚裔申请人 因为他们的种族不同 此前教育部官员驳回了对布朗和达特·茅斯的投诉 但表示他们有足够的信息对耶鲁展开调查 有美国执法官员称 一名来自中国的美国陆军预备役军人于本州被捕 他被控秘密向一名中国情报官员提供美国国防承包商雇员的信息 现年27岁的嫌疑人在芝加哥被捕 被控违反外国特工登记法 他曾在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学习 于2015年获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 随后通过了一项名为 警缺人才招兵计划的特殊移民项目 加入了美国陆军一倍以服役 当时他还特别否认了在过去7年内 与外国政府有接触 由于安全问题 该计划于2016年正式暂停 五角大楼对数百名已加入该计划的新成员 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程序 欧盟委员会26号表示 谷歌和其他一些科技巨头 包括脸书和推特 已就如何应对虚假新闻的传播 签署了一项行为准则 该准则的目的是 保持政治广告的透明度 并在虚假账户可能造成损害之前将其关闭 虚假新闻的严重性和传播范围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和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被曝光 而在这些政治事件发生后的两年里 脸书 谷歌和推特等科技公司 一直在承受来自世界各国政府的压力 各国政府都在命令这些企业 严肃处理这一问题 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恶意行为 随着2018中期选举的临近 美国国会也多次举行听证会 要求科技公司对他们平台的打假措施 给予说明 而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称 俄罗斯人企图采用通过社交媒体 散布假新闻的手段 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 美国研究人员最新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 2008年到2016年间 美国离婚率下降了18% 马里兰大学的教授菲利普科恩 在研究报告中说 导致离婚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 和过去相比美国已婚人口岁数更大 受教育程度更高 此外很多人会等经济状况更稳定在结婚 而一些较贫穷的美国人可能根本不结婚 婚姻越来越成为一种成就 而不是人们必须完成的事 不过光是婚姻现状 不足以体现如今美国人伴侣关系的真实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离婚率持续上升 20世纪80年代达到最高水平 但此后出乎当时人口学家的预料 离婚率开始走低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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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